下载Beam解压缩PikPikPik安装版之后 直接执行PikPik.ES1就可以了 在使用Roonit的时候 建议您可以先记住以下这几个快速键 这样可以让您的操作更加方便 Roonit执行后会在工具列上出现这个图示 也可以在图示上按右键 就能使用Roonit的绘图功能 首先如果要在萤幕上绘图时 可以按Ctrl加2 就可以进入萤幕绘图的模式 要画出直线可以配合Shift 要画出矩形则配合Ctrl键 椭圆形则是按下Tab按键 另外如果想要切换画笔的颜色 按下R就可以变成红色的 按下P变成Pink粉红色 Green绿色 Yellow黄色 Orange O橘色 Blue蓝色 在教学上还有一个常用的技巧 就是如果我们想把网址的部分放大 可以先将游标移到这个位置上 按下Ctrl加1 Roonit就会把这个地方放大 按下滑鼠左键 就可以进入绘图模式 如果想暂时移动放大的位置 可以按下滑鼠右键 这时候移动滑鼠 就能够移动画面 再按一次滑鼠左键 又会进入到绘图模式中 按下ESC就可以结束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Roonit and LabROM的这个特殊模式 这是其他绘图工具里面所没有的 按下Ctrl4 除了可以将滑鼠位置放大外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跟一般的使用情形一样 可以继续操作 如果有需要进入绘图模式 一样搭配Ctrl加2 就可以继续进入绘图模式中使用 按下ESC 还是维持在这样放大可操作的状态 那么要结束LabROM的模式呢 再按一次Ctrl4就可以